拜有五天亲自下厨 为非亲非故的老人家准备午餐 我的感觉是 他们要的不是群 他要的是人家的陪伴 他最好的 他最好的 他很关心我 又拿来给我吃 这样我越胖 这些年长者多半孤苦无依 年迈多病 但其实杨爱华自己 也是疾病缠身 患有先天性心脏血管细小的杨爱华 先后进出手术房十多次 这一段四层楼高的阶梯 就几乎快要了他的命 老师 爱华来 就算再怎么挣扎 只要一踏进长辈的家门 杨爱华都是笑脸嬴人 我不走 以后都不知道 其实还可以走 就是不要去想 假如想话 你根本就过不下去 那个日子 看尽生命花园的荣语窟 杨爱华甘心做一个园丁 尽赏花开 带来新闻 吕佳佳 钟建林 马来西亚报道 以爱的能量为社会付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